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雅 想必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應該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一個非常大的煩惱吧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介紹給大家 西門町DP值超級高的早午餐店 每天都大排長肉 它的名字叫做花嘴廚房 今天跟我同事們來吃花嘴廚房 然後這次斯文 然後千美 有 Sakura 高雄人 然後Sazuki 也不是日本人 長嘴炮 今天到康盡路來吃手工米台木 然後今天的夥伴們 可以吃到玉石肉酷 然後Kelly 耶 千美 我感覺燒肉最厲害 炸 炸的紅燒肉你要切 不快一塊 我每次看 然後我只是一般的乾麵 味噌乾麵的感覺很好吃 味噌拉麵 它的麵感覺很厲害 感覺裡面被燙到 對啊 它很味噌 哈哈 是它有味噌 非常厲害 是乾的 乾的 乾的肉肉 你看 還有香辣 然後我的粉乾 還有 小菜門 好 上吃莓果 好喝 我想說 太遠了 今天到底是怎樣 一堆店 發展 萌甲這邊還蠻好逛的 這邊蠻多吃的 而且好多韓國人 開的店 好厲害喔 這一杯只有四十塊 然後有三種口味 我點了雞蛋 花生 跟桂圓 然後店員很帥 這是重點嗎 那我點排骨 說胖好嗎 可以 看到這個嗎 在頻道上 OMG 哈囉 嗨啊 粉絲們 大家好 我還沒有頻道 我是花花 花花 很好 莫妮跟 JC 我忘了那個一名 不是跑生雞 欸它還有肉 做得很酷 欸 那雞好像不算是大雞 感謝你的收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幫我按喜歡 如果你有任何在西門町附近 覺得很好吃的餐廳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來推薦給我 下次我肉 謝謝 謝謝